主席,有请龙部长 我们先请龙部长 好,部长早 首先我想这两周年 要给辛苦的文化部的同仁给大家鼓励 但是文化真的跟其他的工作不太一样 它的确要扎根 而这个根扎下去 它需要时间来成长 所以阳光空气水缺一不可 那么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文化部绝对要再接再厉 而且要努力向前行 一定要比在文建会时代还要更好 所以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跟部长请教 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民调 知名度不等于满意度 您同意吗 那当然 好,那您知道吗 我们现在文化部 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要改进的地方 我是认为施政政策一定要有种目标 您认同吗 是的 好,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计划 假设没有清楚的焦点的话 那么我们的阳光空气水放下去 它之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甚至它能不能长到我们预期的那个开花结果 这个问题就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总目标必须要先确定 然后呢,这个工作是要长 每一个文化部长都要延续下去 但是像现在我们所看到 我们的计划真的很琐碎 那我们很多的计划是不是有跌床嫁屋 我觉得一定还是要去检讨 那好的政策 当它推到一个瓶颈的时候 你要加入新的力量去挹注的时候 那到底是要加入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加入私肥 私哪一种肥也很重要 时间点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高度专业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政府在施政的时候 往往碍于我们的官僚体系 我们的弹性就比较差 我想要在现在我要问您 5月13号你在出版产业界 有开了个座谈会对不对 对 那什么时候你要为我们表演艺术产业 开一个座谈会啊 陈伟员 你知道我们在文化部刚成立不久的时候 曾经一连开过9场的 分别的国事的论坛跟会议 但是不要讲那个还好 一讲我就失望 因为那就是太多人在那谈的时候 往往就是非常没有办法深入 所以与会的人就觉得说他们很失望 因为他们是被邀请坐在下面的圆桌 喝杯茶 然后看上面四位主讲者 还有部长跟他们对话 可是对完话以后呢 就是没有具体的焦点 或者变成我们的总目标 变成政策 好这个我就先不说 我为什么要问呢 因为你看看你出版业 产业政策示意图啊 我觉得这个五项啊 五项要项啊 套在每一个我们文化部的那个团队都适用啊 第一个产业福祉 环境整备 行销推广 人才培育 欣赏人口的培植 植根 都套用 都套用 可是呢 我认为表演艺术产业 它最重要是 人才要适得其所 环境一定要优质化 还有呢 要让它自食其力 能够独立 然后永续发展 为什么啊 这里面牵涉到 等一下我要问您 您对补助跟奖助 有什么样看法 日后我们的奖补助 将会怎么去做 有哪些原则啊 那我先讲这个环境整备啊 你上礼拜讲 你说啊 你实在是很羡慕德国的作家 只要他实在要写一部新的作品的同时啊 就会有一组很强大的编辑的团队来协助他 他写完以后呢 就会有经纪人来帮他出版 发行 版权等等这些专业的议题 这么好的产业环境建制 那我们表演艺术产业呢 有没有可能 不知道 陈平安委员 您对标准艺术是专家了 那事实上 您刚所说的 我们的出版的那个 整套的大的那个策略 我们标准艺术完全是有的 就是有 其实我手上也带来了 我们从人才端 你也知道 是最重要的基础 到他的观众的培养 是另外块注食 然后到场地 如果让他能够配合 这个我们知道 现在两年来 就以欣赏人口培植 部长您可以告诉我 你的成果吗 从你上任以来 你的泥土化这样子推动 我们现在 每一个演出的人口 成长到多少 有没有统计报告 有吗 比以前呢 今年最新的统计报告 我还没有出来 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调查 是 可是慢了 部长我们都知道 这些都必须做 可是现在两年下来 我们看到有没有成效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看到是 现在比以前更进步 人口开发比以前更多 譬如说 我们的售票的行为 是不是更被普遍 各县市接受 还有这个票价 是不是合理的反应 它制作成本 这些都是策略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两周年的成果报告里面 我没有看到这个 很具体的一个比较 好 另外我认为 我在国事论坛里面 提醒文化部很多次 第一个 我们的奖补助政策不到位 第二个 我们排练空间 跟展演场馆不足 尤其是小型的 然后呢 文化部的积极度 我觉得还不够 譬如说 我刚刚就说要问你 你报告说 文化艺术奖助条例 正在行政院里面审定 那我现在先请问你 补助跟奖励 今后该怎么做 您打算怎么做 文化部要怎么做 您检讨以后 你觉得补助还是要这样子 一次性的放下去 然后这些被补助的团队 到现在20年接受补助 还不能独立 不能自食其力 这种症状您怎么解决 请教部长 第一个就是综合一下 您刚刚所提到的各种事情 我们整个的所谓的master plan 是有的 就是一步一步地做 您刚刚讲到表演艺术 我们要其实关于消费人口 增长跟市场等等 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全面的调查 奖励跟补助 第一个全面的调查 第二个呢 一文讲助条例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行政院 是在部里头 还有最后一轮 那讲助跟补助的政策 我们其实是不断地 在滚动式的检讨之中 您现在打算怎么做 您可不可以先告诉国人 我们很关切 您现在是专门指补助的部分 补助跟奖励 原则怎么分 原则是 我们希望就如同说 我们在讨论这个品牌团队的时候 我们是想说 这个补助的那个额度 跟它本身营运的额度 之间要有一个平衡 那如果说333的比例 是不是最好的比例 那然后 部长我想 我今天不跟你去提那么细 我跟你讲一个原则 假设要用我们纳税人的钱 来做补助的话 本席是希望 你要补助在文化政策的发展方向 也就是要把钱花在环境建制 我曾经说过 我们的钱 没有办法培养出 你变成编舞家 你变成那个小说写作作家 或者导演 但是政府有能力 把钱益住变成 把这个环境建制好 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补助经费 要花的重要的原则 也就是要把文化政策 用这样的一个经费 进行补助 而这是一种环境上的一个优质化 至于奖励呢 我是建议啊 只要我们文化部 我们公务人员 专业涉及不到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委托民间的专业者 来为我们去开拓这样的一个方向 突破这个关卡 如果他做到了 我就要给他适合的奖励 譬如说我们要扩展海外市场 流行音乐或电影 我们派了很多的公务人员去参加影展 我们能够参加影展以后 得到多少 卖掉多少部电影吗 很难吧 但是民间的团体 他有他的管道 他有能力去切入 如果他能够开拓了 像大陆的市场 或者是在中央电视台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聚 而且带入台湾的 其他的小的制作进去的时候 他所花费的那样的一个成本 我们真的就可以奖励 好 针对空间不足 我现在就讲 像劳动部就跟教育部 努力去争取了那个闲置空间 可是我们文化部 我已经讲很久了 我们对于小型的剧场 像七亿园区做得相当好 这样的点有没有可能扩及 事实上需要跟教育部 去协商闲置教设 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回报 还有一个就是 假设表演艺术是产业 那么他的前端的实验 展演模拟的基底就很重要 那小剧场呢 现在在营建法规 消防法规 您说盘根错节 无法解套 但是事实上经过 我那个4月3号 跟这次5月16号的公厅会 其实营建署 消防署都愿意去更新 不合一的法令 但是有一个前提要做 就是文化部要必须针对 什么叫做剧场 小中型剧场 它的这个空间 还有习次以及它的那个使用规则 这个东西只要我们提出来 它就有可能做全国性的一个法规的一个修正 像这件事情 我想部长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觉得无奈的地方 你这个 接下来这个话 部长你可不可以念一下 下面 再念你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可不可以念一下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我又怎么会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又怎么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又怎么会让 我花的手在风中赞动 好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现在艺文界的新生 大家等待你为我们 垂帘我们 您知道吗 这真的是新生 也就是您现在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影视音产业 我们很高兴 但是什么时候到我们的表演艺术产业 而且这产业不是只有商业化 产业是把环境整备 这很重要 好 最后的时间 我想要跟您讲 我们不但觉得我们很失望 我们没有得到你的关爱 您看看他是谁 部长 您看看 这个是李先生 李同春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讲他吗 我知道 他是我们的活关公 他的演出有独到的风格 是我们的大师 他3月28号的时候气喘 然后肾衰竭去世 5月1号他有告别式 5月1号正好是周梦迪先生也过世 相对之下 他们两个的背景是一样的 都是从大陆来台 那我们这个李同春先生 他历经了萧条 经济萧条戏班的解散 他在军中剧团里面去演出 然后到国光艺校去传授教学 他只要有他在 就没有人敢演关公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活关公 他非常感慨 他用他的身体来传承这样的一个戏曲文化 可是呢 您告别式他去 他告别式去了吗 告别式本身我没有去 但省委员 从我知道他过世的第一时间 您有跟总统 我们部里头 建训他可以用包养令吗 我们有做过内部讨论的 而且也跟这个传统艺术界咨询过 您知道方主任怎么回应本席的吗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这个潜力 我们现在如果对李先生 给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奖励的话 我们对不起以前的这些前辈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 本席不能接受 尤其他是传议中心的主任 而且我认为 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而且我认为 以前来不及做 我们可以一个追到 然后把他们拿出来 让大家怀念 但是不代表现在不要做 所以我觉得比较起来难怪 难怪表演艺术界觉得 心里有一点痛 部长两周年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期待你 尤其是您刚刚说文化要扎根 您知道吗 我到陆岗去拜访这些议师 跟人间国宝 他说我们现在扎根的工作 不如文件会时代的到位 这些都是讯息 我今天给你这些建议 好不好 陈伟也谢谢你关心 我们努力的空间当然是有的 好不好 会的 我们先请蒋乃馨委员 我们先请蒋乃馨委员 再继续 稍后